桃园市议会议长邱医生代表桃园市议会逐一制赠中秋为绕金给八个军事单位 感谢军人弟兄们平时保家为国的辛劳 希望既由中秋绕军活动表达对国军的敬意鼓舞使气 今天是我们议会今年中秋佳节的绕军活动 特别利用今天邀请我们辖区内的国军官兵来到我们市议会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特别代表我们桃园市民 以及我们议会的所有同仁来感谢他们保家为国 同时长期对我们桃园市民朋友大家的一个帮忙 这样子特别请他们来做这个绕军的工作 同时也祝他们终究价节愉快 军人们为了保家为国在桃园的节庆日也依然坚守岗位 相当辛苦桃园市议会副议长李小忠也跟议长一起关怀军人弟兄 感谢他们的认真与努力 好那这个在终究价节的前夕 那我们本会与我们区议盛议长所带领之下 每年的这个大节日我们都有做一个绕军的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本市辖区内的这个官兵 平常这么的辛劳保家为国 而且在这个灾害也好收割也好 都有他们来出来为百姓服务 所以令人大家非常的敬佩 他们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才借这个大节日来 表示小小一点心力 桃园市议会议长以及我们所有的议员 来对我们所有的军官官兵们 来做一个绕军这个活动 也感谢他们 谢谢也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这次议会的慰绕金有八个单位受赠 桃园市军人服务站站长方明德表示 近期因局势紧张 各军事单位都严正以待 他们的任务很繁重 人力也吃紧 真的很辛苦 很感谢议会给他们加油打气 非常有意义 今天非常谢谢议长副议长 还有我们桃园市议会 办理这么隆重的绕军进军的活动 给他们鼓励打气 其实国军的任务很繁重 而且我们中秋佳节都可以回家 跟家人团圆 那他们都要留守 在部队里面 所以说这个责任非常的重 而且现在的局势 他们的任务也加重了很多 在人力上面的话 他们也不像以前那么充裕 有些工作都要大家一起来 做分摊轮值 所以说今天这个活动 给他们打气非常有意义 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时刻 许多国军为了国家安全 牺牲假期 无法跟家人共度佳节 才让全国民众得以安居乐业 桃园市议会期盼 借由慰酪金慰酪他们的辛苦 感谢他们坚守岗位 保护家园 记者赖委一桶一报道 桃园市议会 赞 赞